情侶之間一旦有意床相廝守 自然而然就會來到這一步 見對方的父母 而想給對方家庭留下好印象 有些事情可千萬不能做 不不 你放心 你女兒嫁給我一定會很幸福的 因為我有豪宅兩棟 三台跑車 把我轉到這輩子都不愁吃穿 雖然也許說的是事實 但太臭屁自大不懂得謙虛 可是會讓人討厭的 譬如說男方跟女方的家去吃飯的時候 男生最好是主動掏錢來付帳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的 而且是提前就去付這個帳單了 希望不要等到大家要走了 然後還這樣子慢吞吞的 甚至口袋一直拉拉拉拉不出來 或者是到這個櫃台的時候 他還說我忘了帶錢出來 這是最要不得的行為 而且感覺就好小氣 穿吊嘎 胡鬚沒刮 個人一態不注重 個性 家庭背景再怎麼好 也是不合格的啦 看完男生的NG行為 接著來看看女生有哪些NG行為 小姐請喝茶 不得我不得 那你要吃東西嗎 不得我不餓 你真的不餓嗎 說不餓 結果下一秒跑去廚房偷吃東西 雖然有點誇大 但專家說 這樣搖跪給Siddy的心態 有可能導致做作的情形發生 還是建議事實展現自我 其實我覺得女生應該要以家庭為主 哪有 下一張什麼年代 女人要有自己的戲好不好 鋪上對方家人 與自己的價值觀不同 該怎麼辦呢 專家說 我希望不要通常跟這個父母親 對方的父母親起的爭執 應該用比較圓融的方式 好比說先認同 以深認同再說出自己想法的方式 就能讓對方父母接受 哎呦喂呀 妝這麼容 服裝這麼鮮豔 髮圈帶這麼多條 是要嚇跑人家嗎 專家說 穿著乾淨舒服最重要 切記濃妝厭抹 畢竟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